台中市长卢秀燕上任之后 立平四年内新办5000户的社会住宅 打出比豪宅更好的豪宅这个口号 整合的社福、医疗、清创 还有社造等等的资源是广阔好评 而都发局就表示了 台中市现在已完工以及新建中的户数 是来到了5508户 可以说是提早达成了目标 而这达标之后也继续规划推动 未来加上已发包规划设计当中的两处基地 以及即将推出的两处基地等等 预计明年可以达到将近7000户的数量 市长卢秀燕带领众人开工动土 立平四年内新办5000户豪宅 台中市打造社会住宅 整合社福、医疗、清创、社造等资源广受好评 目前已经完工以及新建当中的户数 已达5508户 提早达成新办目标 目前已经完工跟新办中的总共有 18处的基地 合计户量是5508户 我们已经提前在今年达到5000户的目标 再加上目前规划设计中的两处基地 户数可以达到6048户 而未来我们就即将推出两个设台基地 总数可以达到6953户 读法局表示 中央住宅政策台中市分配户数为12000户 由中央与地方各负责一半 大约6000户的新办量 目前总计已经完成 加上已经发包规划设计中的两处基地 以及即将推出的两处基地 总计明年可以达到将近7000户的新办量 那因为它这个无期 那相对的它比较不是在这个 大家一般比较集中的地方 那我们就在这试水温 那希望有一个成果不错 那将来的话我们本身在布点方面 就能够更广泛 但是如果说他们本身 本身的成效普通的话 那我们未来新建的方向 还是会以市民的需求最大的地方 当作我们比较重要的布点思考 市长也说明 全市现有18处建案 未来还会更多 也针对向外招租的 573名好宅试水温 了解亲民朋友的需求 如果成效不错 未来设宅布点就能更加广泛 这样中环台中采访报道